花蓮县府在110年9月开始针对花蓮各乡镇调查评估有机农业潜力发展区域 并在111年10月预告花蓮县有机农业促进区设置纪辅导管理办法草案 4号下午在美伦大饭店举办成果发表记者会 宣告花蓮推动有机农业成果卓越 展现永续花蓮有机首都的决心 自108年中央正式实施有机农业促进法 花蓮县府接着在109年2月成立花蓮县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执行有机农业领航发展计划 1110年9月调查评估花蓮有机农业潜力发展区域 111年10月预告花蓮县有机农业促进区设置纪辅导管理办法草案 4日下午举办成果发表会 宣告花蓮推动有机农业成果卓越 展现有机首都的决心 12场说明会的这个宣导 那正式的我们设计了我们这个有8个有机农业区 他们有信区叫做有机农业促进区 那我们有机农业这个这个 这个县府的这个促进的办法呢 在今年的10月17号也正式公告 那公告两个月以后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执行 所以刚刚我一来的时候 我就跟吴老师在谈问 是不是我们能够尽快把这个全国地 有机农业促进区 看能不能在我们的花链设定 因为有这么多的前辈的努力跟辛苦 还有我们这么支持我们的县长跟农民 我们希望当然这个第一我们一定要拿下来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这个 整个环队再来努力的再做一个配合 第一个县政府鼓励给支持农友 再转型 再转型给我们农友更大的力量 所以在去年我们支持 凤隆盟会在做我们的铝鸡豆浆生产线的时候 第一个条件这会第一个条件就是 跟花链县的农友做七座 有机搭购一定要去做七座 花链县农友的七座收完后你才能够收外线石 要不才能够收我们的这个从国外进口 所以这是希望保障到花链农友的所得 那也让我们在做转型的时候 更有农友愿意加入愿意投入 而且愿意投入投资 花链县府争取行政院农委会农粮属预算 去年包含区域有机农产品产销现况 农友需求意见进行盘点调查 并针对有机农业促进区意愿或潜力较高区域 陆续办理12场说明会及6场 进阶辅导会议 走访各乡镇推广有机农业促进区 花链县目前通过有机验证面积已达3022公顷 从北到南目前花链有8个区域 有意转型花链有机农业促进区 期盼率先其他县市 成为全国推动有机农业的模范林投扬 记者长帮映华林师报导